謝謝主席,是不是有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好 您好 我想,我一直認為蘇院長的內閣是最接地氣 也是從過去願意學習經驗做改革的 所以很多人批評說網紅、官員常常直播 可是我認為這是對的 我跟院長講報告 之前時代力量進入立法院的時候 常常也被批評為要直播黨 因為我們很多協商的時候 當時立法院還沒有明定說要直播 我們就自己開直播 我們認為這個協商過程其實民眾是關心的 那跟院長報告,整個實踐的結果是 現在在蘇家全院長領導之下 從院長做的協商 一直到委員會 甚至委員會之後的協商 其實都是開放直播的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方向是對 除了個人之外 怎麼把重要政策議題 我想之前的經驗,華航罷工協商 熬夜 我相信那個直播的過程 不只是媒體關心 民眾關心 我相信也給雙方很大的一個公共的壓力 跟監督 所以是不是院長持續下去 不只是重要政策做直播 很多重要協商 政策形成的過程 是不是也可以開放 讓媒體讓民眾知道 我想這個方向院長是可以繼續走 我想可以嗎 委員剛才所講 真的時代不同 這是一個都希望參與 希望透明 第一點 第二點 技術也不同 真的透過直播 讓民眾知道 政府為你做什麼 是應該的 院長 其實我剛才提的是說 除了政策的宣佈之外 政策形成過程裡面 各方的協商跟考量 其實我相信 明治已開 人民看得懂的 應該讓這個過程協商 不過我這邊 問一下幾個 院長接地氣的問題 院長 你知道 目前網紅 最紅的 我們的第一名 訂閱數280萬 總觀看數6.1億 其中他有一部片子 叫超瞎翻唱 1300萬點閱 院長知道這是哪個團體嗎 不知道 這是第一名 這個叫這群人 院長知道第二名是誰嗎 訂閱數200萬 總觀看數1.5億 這個叫阿滴英文 他是輔大的碩士 不只是英文教學 其實裡面還是有蠻多時事的評論 院長第三名應該有認識吧 叫蔡阿嘎 訂閱數197萬 所以我意思說 院長接地氣之餘 其實可以看一下 不只是我們年輕人 我們現在民眾 280萬的訂閱 如果我們政府可以跟他們合作 或甚至政府 我們的官員可以達到 也不要說到達到他這個程度 我相信很多政策的宣導 都可以達到一定的效果 一個叫這群人 一個叫阿滴英文 我相信院長回去以後可以做參考 院長其實目前 我之前幾個月在這邊質詢賴院長的時候 那時候雖然是剛大選 地方選舉結束 其實我那時候跟賴院長有個對話 就是說 其實公民投票 由於對很多政策議題的投票 在未來 不只是正式地方選舉 在未來搞不好會更為頻繁 那時候我問賴院長說 因為很多公投的結果 其實跟當時賴院長的政策方向 其實是相反甚至是不同意的 我問賴院長說 這次別有倒閣的感覺 為什麼我這樣提 在我們憲法裡面 倒閣是立法院可以發動 可是在未來 公民投票更為頻繁 尤其政策的公投或複決更多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是對 既有行政院內閣的一個質疑 那我為什麼這樣提 現在也有擁和人士提出了三個公投議題 我們預期他如果連署達成的話 我相信在接下來中央選舉 這三題搞不好會變成人民要投的題目 第一個是核廢簽出蘭嶼 是否同意蘭嶼儲存的低階放射性廢棄物 全部移到台灣本島核能發電廠裡面來儲存 院長 對於這一題 我們行政院的態度是什麼 是贊成還是反對 那個說 放在蘭嶼當初秘密這樣對蘭嶼不公平啊 那現在說要簽回扁島 尤其是核能電廠 放在台灣本島核能電廠 就是把蘭嶼的這些低階的全部都放到核能電廠 因為我們核能電廠也是有儲放低階的地方 這個核電廠所在地的絕對不會同意的 院長我現在問的是我們行政院的態度是什麼 我為什麼會這樣提 就是說當時也很多委員 像是段依康委員在質疑說 很多政策行政院的立場 並沒有在選前讓人民知道說 對於公投題目的立場是什麼 甚至沒有去加以辯護 變成說選舉的結果之後 廖院長下台形同倒戈 那蘇院長你上台以後很多政策你要承接 所以我現在問的是 這些公投題目如果接下來發生 行政院是不是應該表明他的立場是什麼 第二題以核減煤 希望在2030年之前達成核能發電比例 不得低於藍煤發電 院長對於這一題行政院立場是什麼 現在核能發電已經是不可能了 事實不可能了 不要說態度上反對 不要說態度上反對 以及我們的環境基編法等等都是反對 而是事實不可能了 院長第三題核事重啟 昨天我們的前總統跟前行政院長都在提這個問題 那這一題我們行政院立場是什麼 也是事實不可能 我相信這三題 目前蘇院長你所領導的團隊是反對立場 我這邊提醒 這個可能在下次中央層級選舉的時候變成公投題目 行政院是不是應該把他立場講非常清楚 去護衛你的政策 不過院長我要問 如果像上一次我是舉例而已 假設如果這三個公投都通過了 那院長你現在態度是反對的 那你覺得你是院長做得下去嗎 那做不下去 所以院長我這邊要提的是 公民投票不是洪水猛獸 他反而讓民眾有一個直接參與政策的機會 這時候行政部門要去警惕 現在不是只有立法院可以倒閣 以目前執政黨多事不可能發生 可是公民投票的倒閣效果是會有的 所以我希望如果院長這三體都是反對的 行政部門要把你們強力的說法說出來 我很同意許委員剛才所講 這一次在這個公投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沒有讓民眾知道這個結果會怎樣 比如第一題 第一題其實不用講那麼麻煩 第一題只要問哪一個縣市願意換核會掉 很清楚現在沒有任何地方願意接受核會料 卻不反對核能發電 這是不能併容的兩個情形吧 我相信這裡面有長期我們核廢處理的問題 因為中期中間的中 這個儲存廠一直沒辦法定案 所以我們蘭嶼核廢料應該在2016年3月的時候就要簽出 一直沒辦法 所以現在台電一直在被罰錢 那我們是不是請國防部長一起上來 院長 昨天柯文哲市長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他對現在的募兵有問題 他說這是美國人的意見 那他之前講 因為我目前連兩天都撐不下去 我想請問國防部長 柯文哲市長是他有祕密管道 還是他在假傳聖直 美方的態度是什麼 美方對於臺灣募兵跟真兵 他們有態度跟想法嗎 Pep 委員報告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我們如何展現我們自己的防衛決心 這個最重要 所以其他國家的意見 不是啊 部長 你是軍人出身喔 你不用像政治ingu таких轉移焦點 到底美方的態度是什麼 他們對我們的募兵跟徵兵有意見嗎 美方對我們現在推動的募兵是關心 因為基於雙方在這個區域 那他會有立場嗎?有正反立場嗎? 部長你跟美國之間的互動應該比柯市長更為密切吧 那到底柯市長是假傳聖旨嗎? 柯市長可能柯市長有他了解的一些管道 那我們是不知道 但你也不出來辯護 柯市長在問撐幾天的時候下一頁 我有看到國防部的新聞稿 許消徵兵制是不是影響戰力 國防部今天表示 國軍依憲法效忠國家保護人民 絕對有信心能力確保國家安全與區域穩定 部長講廢話 他在講說連兩天都撐不下去 你沒辦法辯護 我這邊整理歷任國防部長 所謂對抗共軍時間的論述 蔣仲寧那時候最勇他說可以撐很久 第二名是馬英九時期的嚴明說一個月 其他部長都說兩週 部長這邊跟臺灣人民講 各位委員報告時間不是問題 我們有人力有信心守護中華民國臺灣自由民主安排 是啊 時間不是問題 當我們臺北市長接受訪問一下批評我們現在的所謂募兵制 一下說美國人有意見 一下說兩天都撐不下去 我們的國防部就是這樣的態度嗎 講官樣文章嗎 到底你要不要跟臺灣民眾講 以你現在的戰力 以你們的準備 如果真的發生兩岸衝突可以撐多久 我們有能力 絕對有能力有信心守護家園 剛剛跟委員報告時間不是問題 不能把它量化說是兩天或兩週或兩個月 我個人看法我們絕對有能力有信心 那請問柯市長講的 第一個美方對於現在募兵有意見 部長還是不回應 美方態度到底是什麼 美方個別的看法 但是在交流當中 我們都有跟他們做說明 我們為什麼推動募兵制的精兵政策 然後柯市長說美方要求要至少能撐兩天 真的有這個要求嗎 這個我們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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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的意見 他們也沒跟我們說只能守兩天 所以這些都是柯市長自己假傳聖旨嗎 所以我們回應就是我們絕對有 那他如果在傳播謠言 你要不要去釐清咧 還是你就默認 你的態度會讓民眾覺得你是在默認 因為這是他個人的意見 他個人意見 他是台北市長 他未來可能會參選總統 當他這個態度講出來的時候 影響民心士氣的時候 我們國防部是這個態度嗎 我們已經有回應了 對部長 其他的部長都願意把時間講出來 或是表示他堅定的立場 你在這邊就是要繼續打這個關槍嗎 所以我認為時間不是問題 因為這個沒辦法用一個量化的數字來表示 我們到底可以走多久 美國也要求至少撐兩天嗎 所以我們就是有人有信心 如果在台灣接下來的防衛需求 接下來到底這個募兵人們走得下去 接下來我們跟美方的關係是什麼 都是這樣部長這樣的一個說法 放任其他民選的政治人物 在外面這樣講 國防部的態度一復 沒有一個清楚的說法 院長 你覺得這樣子下去 對台灣民心士氣沒有影響嗎 我是認為原部長這樣做是很對的 他作為一個國家皇位的部長 負責的主政部長 所以其他部長都錯了 不不 那些講一個月的 那些講兩個禮拜的 那都是錯的 不是 委員 部長講得很清楚 他不把時間量化 但把決心講清楚 那些部長是錯的 他們都講錯話了 他把時間量化了 而部長也用不著去跟一個市長在那裡 跟他言論上交往 用不著 因為柯市長怎麼講話 柯市長在外界 柯市長當然有他的言論自由 他可以做評論 但 可是我們國防部要有個清楚的立場 當然 國防部剛才他講得很清楚 我們有這個決心 院長 我覺得這個態度 你真的要好好處理一下 我特別講一句話 我記得 當納稅政權非常強的時候 飛彈在攻擊英國的時候 當年英國的總理邱吉爾 講的話 最適合今天台灣來用 就是 為了守護家園 站海上 站海灘 站街道 站山上 絕不投降 我們一定這樣做 所以你說是幾天 我當然相信 你有邱吉爾的能力 可是我不希望你限度到邱吉爾的境界 那時候已經戰爭發生了 沒有人願意限度那個境界 包括邱吉爾 我真的是感到遺憾 但一定要有那個態度 院長下一題 賴院長下台前講說 那時候很 不知道是不是下台後是講真話了 他說要團結面對中國 可是他又多對自己過去在民進黨在野時 反對美豬美牛道歉 我們三月的時候 美國農業部要訪台 也會再談美牛是不是進一步 美豬開放的問題 賴院長道歉 我當然知道蘇院長跟賴院長是失疑 可是我想在很多政策上面也有一些想法 那院長 我們接下來會開放美豬嗎 我們美牛會進一步開放嗎 我們現在的政府 除了下台院長說道歉之外 現在我們是不是要政策轉彎呢 我們美豬美牛有要進一步嗎 現在沒有這樣的決定 賴院長講說道歉 那你認同他這個說法嗎 賴院長在卸任的時候 他發表的很多的想法 他是總結賴院長執政的期間 他的辛苦跟他的心理 以及對未來的期待 我們都尊重 他說他講的美豬美牛不是講他執政 他是講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反對美豬美牛立場 他為這個事情道歉 你會讓人家覺得說 執政黨是不是要轉彎了 院長有要轉彎嗎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三月來他們來的時候呢 整個貿易怎麼樣子做 以及國人健康如何維持 我們態度都一致的 所以美豬不會開放 美牛不會進一步開放嗎 這個事情是要整個了解 所有的這種狀況 賴院長道歉是白道歉的嗎 你講說他是在民進黨在野的時期 他講的是那個時期 他當時是去喊話說 我們黨現在在野的時候也不要去反 我相信他後面的句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當然會問說 那政府的政策立場是不是要改變 接下來這個發言人也出來講了 就是關於接下來和平協議要修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要公投 院長我這邊跟你報告 時代立場在修公投法的時候 就主張兩岸協商 尤其政治性協商要強制公投 而且門檻要定高 我相信兩岸如果政治性協商 其實它影響兩岸的關係 台灣的定位 這一定是憲政層級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主張一定要高門檻 那後來執政黨說不要再公投法修 到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現在遙遙無期 那我想請問主委 我們現在要修 修哪裡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嗎 還是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第二個 如果像行政院之前所講 要有公投的機制 是不是應該高門檻 是的 跟委員報告 這個事情 是國民黨的黨主席 吳敦麗吳主席 他上個禮拜就提出來 如果他們重返執政地位 就要按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去跟北京洽商兩岸和平協議 我們檢視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確實是有政治議題的協商 可是那個監督門檻 很低很低 所以主委 公投門檻是不是應該調高 除了簡單多數之外 實在另外的立場非常清楚 應該比照憲改 這個公投發動 第一個 這個如果真的有任何協議 立法院要四分三出席 通過之後交由人民 而且是公民宿的過半支持 我想請問主委跟院長 這個修法方向 如果真的你們要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也可以啦 退一萬步 那是不是應該以照修憲的門檻 以後要四分之三的委員出席 四分之三的委員同意之後要交互公民投票 也是委員剛剛所提到的 全體選民數公民數的半數以上通過 謝謝主委的說明 我想這個方向 其實跟實在一樣版本非常接近 幾乎是一樣 我們會支持 我們認為說 選舉到了 我想兩岸很多言論 誇張的啦 比您什麼都有 我相信把這個制度建立 讓人民做最後的決定 我相信這才是 不管未來 這個民進黨是不是繼續執政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遺材 跟委員報告這個概念最重要是說 因為兩岸的事情非常的敏感 必須社會高度共識 所以不能用簡單多數 是我們的概念思考 必須社會有絕對多數的共識 才有可能不然會引來很多的紛爭 OK 跟院長報告 現在有個爭議 就是關於這個 下一題 這個香港特區政府要修法 這個關於引渡合作 他修兩個法 一個是刑事法律協助 另外是移銷逃犯 主要是要引渡在台灣犯案 然後香港人來台灣送 其實香港的很多民運人士 擔心的是說 因為這兩個法 目前香港的這兩個法 是不是用於香港 與中國其他部分之間 如果修了以後 這個黃之鋒講說 台灣人赴港公辭 變成下一個李明哲 我們法務部有注意到這個事情嗎 他意思是說過去香港 犯法沒辦法引渡來台灣 也沒辦法到中國 如果修法之後 這是當然他內部的修法 他不只來台灣 很可能台灣人如果在網路上 像李明哲這樣 談了很多中國民主的事情 他不是到中國 他是到香港 很可能他就會被引渡 這個法務部有考量到嗎 還是法務部 當時的說法 我們的司長是說 樂見其成 當時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我們是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但這個問題 應該是香港政府 跟中國政府之間的問題 我知道 我剛才前面講 是他內部修法 對不對 他不是在跟我們簽條約 簽什麼協約 可是我意思是說 法務部有沒有警惕到這個問題 有沒有跟我們台灣民眾 部長你知道 我們有多少人 每年到香港去嗎 幾百萬 五六百萬 如果他們在臉書 網路上有一些言論 這邊會不會 所謂李明哲第二 你們當時有考量到的問題嗎 你認為這個事情會不會發生 我們會注意 然後會研究相關的問題 但是因為現在沒有真正的發生 所以我們也無法去預知 真正的發生 你必須去研究 人家香港民運人士都擔心這個問題了 我們有這麼多人到香港去 不論是旅遊或經商或過境 你不會去擔心這個問題 你不會做提醒 院長我覺得這個問題 不只是兩岸關係 也牽扯到說 會不會限縮台灣的言論自由 如果很多人 不只到中國經商 他未來想到他去香港 會不會就會去關心 或是警惕自己在台灣的言論 我想這個影響是非常深遠 希望部長 不是只有樂觀其成而已 要注意 院長 最近你做了一個宣誓 是關於春節九天假的 休九天 對不起不是九天假 休九天 那我認為說 院長要做一些改革 而且從人民的角度 民生的角度出發 我相信大家都支持 可是院長我想問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老問題 當時我在問賴院長的時候 我在問說 其實整個 我們政府跟勞工關係 惡劣 甚至到衝突對立 不只是勞起法修法 還有之前七天假的問題 院長有沒有考量 七天假還回來 除了農曆春節 你可以調整假期 讓他比較完整的休九天 固定可預期可安排之外 勞工的七天假 有沒有考量還回來 委員 這一次 這個春節休假 因為剛好有九天 所以你看各方面都覺得交通也順暢 因為國人的習慣 除夕一定要回到家 所以如果從除夕那天放是最塞的 這一次 因為有前面 所以交通 這個大家我想支持的方向 所以我是請 我們現在問的是說 那勞工的七天假 之前 上台之前 七天假一定要保住 上台之後開始逆轉 院長 有沒有好好想 勞基法再修 我想 衝突爭議更多 不如把七天假還給勞工吧 有沒有往這方面去想 有沒有往這方面去 當時賴院長說要全 可以檢討 可以全面 那我們院長 蘇院長的態度是什麼 現在對於怎麼樣子讓勞動條件 環境更好 都是政府努力 而這邊休假包括一粒一休 滑在那裡 目前沒有修滑的這樣子的計劃跟動作 但就現有的滑立現行的狀況 所碰到自愛難行的地方 或者應該怎麼樣調整 我都已經請相關部會好好的研究 所以最重要 年終慰問金 之前 這是蘇院長2012年10月22號的臉書 公務人員年終慰問金的確特別顯出社會的相對剝奪感 院長年終慰問金還在發 雖然有個門檻 你知道年終慰問金一年要發多少嗎 退休人員的 數字 25億 我這邊有寫 這個資料兩三年來都是這個數目 這25億要繼續發嗎 你2012年的立場 像2019年 我們這個年終慰問金 兩萬五的門檻還要繼續發嗎 這個詳細請嚴市長說明 我跟委員報告 我不用聽他的啦 沒有錯 25億裡面 預算的時候 我都知道他的立場是什麼 我現在要知道是院長的立場 我跟委員報告 這25億裡面 其實大部分 絕大部分都是因為 君子人員早期的一個推薦 他真的薪水 兩萬五 這個標準是什麼出來 我覺得我不要再跟你在那邊討論 我想問的是院長 這25億不能審嗎 還是我們就繼續發 我跟委員報告就是 剛初有一個訂定的標準 我們是根據這個標準 關於這個轉型正義 院長 轉型正義 你也在你的私人報告裡面提到 當時也講 中正紀念堂要改成台灣民主館 這是你2007年的資料 那我們現在有政委在協商 我想請問 院長 我們未來中正廟轉型 是往哪個方向走 國家人權博物館 立法院 立任總統文物館 枯牆 寬榮博物館 還是你的民主 這個民主館 台灣民主館 我們的方向是什麼 報告委員 我們在去年底 文化部有將過去一年以來 社會討論辦理十多場院景工作法 社會討論的意向 也凝聚收容幾個轉型的方向 以文化部我們有兩岸併程 也有我們的建議 哪兩個案子 報告給行政院 為求慎重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經過了一個階段的社會討論 在行政院跨機關協商出一個可行的方向之後 我們會再進行 院長要不要討論 你就直播讓大家討論一下 文化部這邊提出的方案是什麼 民眾搞不好有更多的看法 這兩個案子還是你們自己討論完 有結果才公布 跟這個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經過一年多的社會討論 那我們覺得說我們也有責任 將社會討論凝聚收容 那麼在確定跨機關的協商可行性之後 我們會來跟社會說明 我們當跨機關協商可行性 那麼也會再 所以你現在不能報告說 這兩個方向是哪個方向 在院井工作坊的討論過程 其實我們都直播 那麼院井工作坊之後 也有相關的新聞稿 其實現在在網路上 都可以看得到 當時討論的過程 如果真的有兩個方向 跟大家報告 甚至整個方向決定的過程 直播 讓大家知道 我相信很多人關心 也不要讓他污名化 簡化成去講 我支持部長講過再民主化 院長時間有限的趕快問這一題 關於威權儀序 清除威權這一塊 關於這個 兩百八十八億 我自己算過 其實只要15.7億 兩百塊了 流通量非常低 就不要再用了 你十塊已經在做 五塊一塊的 其實可以比照十塊 每年也不到五億 那這樣情況之下 不能做嗎 央行還要繼續恐嚇老百姓說 要兩百八十八億嗎 我算出來是15.7億 那是我在說謊 還是央行在說謊 這樣委員 我是認為 每年編還編五十二億啊 如果按照我的規劃 五十二億綽綽有餘啊 我是認為 當年這個中正紀念堂 是用人民多少納稅錢蓋起來 現在他就在那裡 歷史應該怎麼轉型 這我們一定往這樣走 好 謝謝許委員 謝謝蘇院長 謝謝